理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11月2號的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下跌了110點 這個行情看起來非常的恐慌 但是我告訴你 它是一個機會 它這裡是一個機會 有觀眾朋友打電話到我們公司來 他說洪老師長得真的很像湯姆克魯斯 我覺得說確實很謝謝你的稱讚 但是我不管長得像或不像 我們每次在台股 在大跌或者是在大漲的時候 我們總是在創造不可能的任務 在指數下跌的時候 9月13號那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我說現在是暗夜將至 暗夜將近但是黎明再起 那時候是9月13號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的台北股票市場 它是從哪邊開始跌的 它是從11000點 11100點一路的向下 總共跌了將近400多點 這時候全市場的幾乎所有的專家都告訴你說台北股票市場完蛋了 所以你要翻空 但是我在這個時候告訴大家什麼 暗夜將至 暗夜將近啊 黎明準備要回來了 不是演唱會它要回來了 是它現在準備要迎接下一道曙光的開始嘛 所以當我們看到說台北股票市場呢 從9月13號開始有沒有 一路的往上又回到了11000點大關 如果你永遠只是看著市場上面所告訴你的訊息去做股票 我告訴你光這一段上下就讓你洗得受不了了啦 所以我常講你要像一批狼一樣 你對於行情你要有嗅覺 對危機你要有感覺 而且你對於獵物你要非常的非常的果決 今天指數下跌 我是不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談了 我說你要特別注意 你不要看到美國股市大漲 然後你就去追股票 或者是說你不要看到美國股市大漲 你就很開心很開心的說 現在準備台北股票市場準備要大漲特漲了 我在9月13號的時候就已經跟你講說 這裡準備要反彈了 準備要大漲了 但是你等到現在看到美國股市大漲的時候 你才去追 你是不是對不起我 但是我們今天早上跟會員怎麼說的 我說美加莫協議完成嘛 美國道窮指數它是開高 但是走低喔 那科技類股也是逆勢收黑嘛 台子的夜盤 它只有小漲5點坐收 所以市場對於利多的反應是非常平淡的 它是非常平淡的 指數短線上面來到高檔區嘛 所以它將要進入震盪整理測試支撐的價位 測試支撐的價位 所以它今天是不是開高走低 準備要測試這個月均線的支撐 突破壓力回測支撐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現象 可是你只有看到市場的訊息 你看到了美國股市大漲 很開心 你看到了說 全市場都告訴你 昨天晚上台灣的ADR大漲 所以你要去買股票 但是就短線的角度而言 你找盤去追股票的人 現在全部都套在高檔上面 你的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嘛 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必須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所以你一直看著報紙啊 報紙一份多少錢 20塊 你想要靠著這20塊 去賺到市場上的財富 那你不是在痴心妄想嗎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改變自己的觀念跟想法 這個大跌不可怕 每一次指數大跌的時候 我都告訴你未來的機會在哪邊嘛 你現在看的不是台北股票市場的 價券股價指數而已耶 我們不是做指數的 我們是做股票的 黑暗之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我告訴你 行情的嗅覺你要出來 你要找到你的嗅覺在哪邊 危機的感覺我已經跟你講了 我已經看到了危機 所以我跟你說指數會有風險 但是我告訴你這邊會有行情啊 這邊會有行情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喔 指數在跌 然後呢 我告訴你說這邊會有機會 會有行情 為什麼指數跌的時候呢 才能夠看到未來的機會 每一次每一個市場上的分析師啊 當指數大漲的時候 他都可以跟你講什麼股票漲停板 但是呢當指數在大跌的時候 他就叫你要去賣股票 我們告訴你的操作是什麼 這裡你要買股票 當你來到這邊的時候 當你看到美國股市大漲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做一趟調節 但是拉回來整理的過程之中 你要找到未來的機會在哪邊 但是這個機會你要怎麼找 你要靠著資金的流向去找 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每一次指數大跌的時候 我都告訴你 你要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在哪裡 資金 他在流入的過程當中 主力他們要做布局 絕對是在大跌的時候 而不是在大漲的時候 只有在大跌的時候 他們才能夠買一買好嘛 我今天全市場的人都不要了 每一個人都把股票市場抛售出來 那我隨便撿啊 遍地都是黃金啊 可是呢當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每一檔股票都在高檔 你怎麼追得下手 主力在買股票絕對是靜悄悄的 我悄悄的一張一張的去收貨 但是當他要出貨的時候 絕對是敲鑼打鼓 跟著大家講說他現在有多好 這個就是市場上面不變的真理嘛 贏家永遠都是少數 但是那些少數 他的走向 他的動向 你是可以觀察的出來的 那你就要靠資金的流向面啊 你現在要看的不是加權股價指數囉 你現在要看的是貴買 貴買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中小型類股都在這邊 你會買的股票也在這邊 信心的指標也在這裡 所以他小小的一步啊 這個一步在哪邊 就是他準備要越到越均線之上啊 這個越均線還沒有過之前啊 對於信心而言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疑慮 那他如果今天要越過這條越均線之上 他要靠誰 這個就是邏輯嘛 交易的邏輯嘛 我現在貴買指數還在越均線之下 很多大家的中小型類股 我告訴你 跌五成六成的一堆啊 一堆啊 但是呢這一些 這個趨勢準備要逆轉向上的時候 誰要來帶動 誰要來帶動 這個帶動的族群就很重要啦 但是他要帶動之前 會不會有錢先去買 量價關係會不會產生一個訊號 當量價關係產生訊號的時候呢 你就跟著這一些資金的流向去走 跟著蜜蜂走 你會找到花朵 跟著資金走 你會找到財富 所以呢 我從9月27號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到一件事情喔 現在貴買生意指數 已經開始有資金在做布局了 這是9月27號的時候 我們的股市金流圖 已經先告訴我 現在錢就在生技醫療指數裡面 然後呢 9月28號的時候 貴買生意持續的有買盤在做布局 我說指數他不強啊 貴買指數還沒有動啊 但是為什麼 生意指數連續兩天有資金在做進場布局 這叫做天有意象 以前古時候啊 那些孔明啊 或者是劉伯溫啊 他們要帶領軍隊去打仗 他一定要先觀測天象嘛 當天有意象的時候 就是準備要打腎仗的時候 如果當年赤壁不是他借了東風 讓大家全部的人都誤判了情勢 孔明有可能是可能會贏過 贏到赤壁之戰嗎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告訴你東風在哪邊 我告訴你怎麼樣來巧戒這個東風 那資金的流向就已經跟我講了啊 現在錢嘛就在這裡嘛 已經有人先做布局了 東風已經形成了 貴買市場的生意指數 已經有人在買了 你要不要跟著市場的資金去走 如果你跟著市場的資金去走的話 今天大盤跌0.89個percent 誰在漲 生技醫療指數在漲啊 生醫在漲啊 資金的流向才會決定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嘛 所以我是不是帶你成為市場的贏家 我是不是告訴你 你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但是這個領先市場的思維 要從哪裡來 從資金的動向來 從股市金流圖來 所以呢你的嗅覺 你的感覺 我告訴你說感覺什麼 現在有危機 你要把你的股票做好調整 但是現在有機會 有行情 這個叫嗅覺啊 這個行情在哪邊 在生技醫療指數裡面嘛 這個就是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很多人在大跌的時候覺得很 很什麼 很恐慌 但是我常在大跌的時候告訴你 未來的機會在這裡嘛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我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啊 所以我是不是像阿湯哥一樣 一直在股市當中創造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全市場都在看空 看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全市場在漲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歡聲沸騰的時候 我告訴你你要小心 不是我厲害 是資金的流向 是技術分析所 告訴我未來行情的方向 我只是把這個訊號 再做一個解讀而已 我只是把這個訊號告訴你說 現在籌碼的想法是什麼 當你能夠了解這些籌碼的想法 當你能夠了解這些資金的想法 你就能夠成為市場上不敗的贏家 你就能夠戰勝法人 你就能夠超越法人嘛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再講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陣網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搏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藥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我要給你分手 不 藥 我現在請三個藥 五個不 預防禽流感 勤洗手 確實消毒 肌肉 蛋 藥 熟食 要買合格標誌的禽肉蛋製品 不生食 不購買 不自行宰殺 不餵食 不接觸 三藥五步 勤防護 人間觸有情篇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 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目前的價權股價指數 還是一樣 下跌了100點 100點 這個跌幅讓大家會覺得很恐慌 那你會怕 是正常的 因為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法人在賣股票的時候 把指數壓下來的時候 你才能夠看到 它到底存核居心 真的是存核居心 那我們最重要的不是大盤 最重要的是上跪 跪買指數現在目前是漲的 漲0.22% 所以資金它在幹嘛 它在往跪買指數移動 你看到了沒有 你在害怕的同時 你在感到恐慌的同時 它正在悄悄的買進股票 而且買得無聲無息 讓你不知不覺 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啊 莫然回首 那人已在燈火藍山處 對不對 你已經離那個股價很遠很遠了 真的叫你再去追 你也追不下手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套方法 你要去察覺到那個資金的流向面嘛 如果你連資金的流向面都抓不到 那你怎麼樣領先市場 你再去觀察籌碼 會不會慢了人家一步 那些錢在移動的過程之中 籌碼有這麼好觀察嗎 你也是要盤後一個一個去對那個分點 你才能夠找到那個籌碼面 到底往哪個方向去走嘛 但是盤中你能不能夠領先先知道 一定可以的啊 因為他們在買股票 錢進去那是最真實的表態嘛 你的股價可以做 但是你的成交量 絕對要用錢去買啊 所以當我們抓到那個資金的流向的時候 就代表說我們已經抓到某一些 法人或者是大戶們 他們的想法在哪邊 所以呢當我已經告訴你說 9月27號啊 櫃買生技醫療指數 已經有資金在做佈局喔 量已經先出來了 成交的值已經先出來了 錢已經先往這個方向去做移動了嘛 那你可以看到當時的生技醫療漲了嗎 9月27號的時候人家在這邊耶 這叫什麼 破底嘛 破底的時候破底背離啊 那為什麼他會出現一個破底背離有錢在買 那這個人他們去買的 會是一般的普通人嗎 嚇都嚇死了 賞戶嚇都嚇死了 我怎麼可能再去買股票 那這些買的人 他們一定是看到的這個股票 他有什麼樣的未來性啊 貴買市場的一小步 信心的一大步 誰先走 兩大族群嘛 兩大族群 我在light add裡面 我都有分享給大家 那現在先動的 就是貴買生醫 那下一個會是誰 下一個會是誰 我告訴你說 貴買生技醫療 最重要的你要注意這則新聞啊 8月份的時候 假疫苗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才正要發酵而已啊 現在才正要發酵而已 中國的那些廠商 把那些疫苗的成分做假造假 導致說很多中國兒童 打了成分不存的假疫苗 那現在這些中國大媽們 他已經不在全世界搜刮黃金了 他現在在全世界去找 什麼樣的疫苗 才是最真最純的 所以當生技股要做發動的時候 資金會先去找嘛 他會去找未來具備題材性的標的 但是這些題材 在他還沒有佈好局之前 不會有人跟你講的 絕對不會有人告訴你的 但是錢啊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有人在買喔 你要特別的去注意喔 所以呢 當指數下跌27點的時候 9月28號 我已經告訴你 錢在往生技醫療在做移動了 那時候跳出來的一檔股票 就唯一這麼一檔叫什麼 4142的國光生嘛 9月28號 資金轉入生技類股 生技類股裡面又轉入了誰 疫苗 又轉入了國光生技 所以呢 我們在什麼時候買進 10月1號的時候 開盤馬上買 因為前一天已經告訴你了 有資金在做佈局了 21.8元 你可以買進嘛 22元市價買進 21.8元你可以成交 昨天亮燈漲停板 今天呢 大盤跌的時候 人家還是一樣啊 創高給你看 創高給你看 資金的流向是不是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但是投資人看到的是什麼 哎呦 漲上來 漲那麼多了耶 昨天又是漲停板 今天還能買嗎 還能買嗎 如果你沒有在昨天這個時間點啊 開盤的時候就進去搶 你現在問我說還能不能買 還能不能追 我怎麼回答你啊 我們現在在獲利當中耶 我現在想的事情 是什麼時候做獲利了結嘛 因為我們已經進去了啊 而且買的部位是多少 四分之一 你有一百萬就是二十五萬進去 你就是二十五萬進去就對了 那你現在漲上來的時候 你才有肉可以吃啊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邊 我跟你講了 我先看到了資金的未來 現在呢 錢在往生計醫療股 那這些資金流入的過程當中 它又往了哪一個個股去做移動 這個就是金流嘛 這個就是資金的流向面嘛 資金的流向才能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啊 可是呢 當我在跟你談的時候 這裡啦 當他在破底的時候 有誰會跟你講生計股 就算他手上有生計股的 每個都嘛點點 每個都會跟你講說 喔 現在我手上沒有了 等到他就漲上來了 全市場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一張生計股 這樣對嗎 這樣的操作模式對嗎 這個邏輯上面通嗎 你要看的節目是什麼 他能夠告訴你未來性在哪邊嘛 他能夠真的有一套操作的邏輯 跟方法能夠帶領你賺錢嘛 所以你當初在看我的節目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已經先告訴你了 欸 現在生計股有資金在做布局 而且你要特別注意疫苗 我已經連續講了三天了 三天了 而且我還另外提醒你一件事情 生計的指標啊 精神指標它是誰 4147的中域嘛 居然它是生計的指標 那你能夠不買嗎 如果生計股要上來 如果生計指數 它要走一個大波段 指標它能夠不帶動嗎 你要買被動元件 你要看誰 看國劇嘛 你要買矽晶元你要看誰 看環球晶嘛 那你要買生計股 你要看誰 當然就是看中域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唉呦 這檔股票 大盤今天跌了110點 人家逆勢跳空上漲 突破跳空趨勢改變 我這一段啊 我這一段下跌 今天用一個突破去做表態 今天用一個突破去做表態 目前月均線的部分 還是下彎的喔 可是呢 一旦我的月均線 轉為上揚的時候呢 轉為上揚 它就是展開它波段的走勢嘛 這叫精神指標 精神指標來做領路了啊 現在整體的整體的生計類股 現在才剛站回去月均線之上而已喔 準備要大漲了沒 準備要大漲了沒 我不知道 我們就看著訊號來做就對了 我們就看著資金的流向面來走就對了嘛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如果你現在還找不到公式跟方法的 你要趕快加入我們一級玩家的專案 我們運用的就是金流選股示範給你看了 我們運用的就是技術分析 當大盤不好的時候 當大盤在拉回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找到未來的標的 未來市場的主流 從紡織到生計 我告訴你還有一個機會 而且它是昨天才發生的 它是昨天才顯現出來的 它昨天才顯影而已啊 我有在我的Lite8文章裡面 特別提醒過大家嘛 10月1號的時候 兩大族群第一個叫貴買半導體 這個族群呢 現在有資金在做佈局 但是貴買半導體它所流入的資金 它不是在矽晶園喔 它不是在矽晶園喔 它是跟網通有關的 它是跟網通有關的 第二個呢 就是貴買通信網路的部分 所以這兩大主流結合在一起 它跟什麼有關 跟我的標題有關 5G 跟5G有關係 指數在拉回 如果說貴買市場要站回去 越均線之上 帶動一波上漲的時候 下一個主流會在哪裡 生計先做的表態 那貴買的網通族群 現在開始有資金在做佈局喔 這個只是剛開始而已 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 拉回的時候 所以呢 貴買 貴買指數 貴買的市場 才是你要去觀察的重點 大盤跌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貴買市場 逆勢有稱 它跌夠了 真的夠了 這一波上漲上來 反彈上來 貴買都還在相對低檔的位置嘛 以技術指標面來看 底部已經 漸漸的在往上墊高了喔 它現在暫時站回去 越均線之上喔 如果它能夠帶動越均線翻揚 整體的趨勢將會逆轉 將會逆轉 你會看到的是指數跌 但是個股漲 個股會漲 但是個股你如果沒有抓到主流 你如果抓不到未來資金的流向 你會跟今天一樣 這個生計醫療在漲 其他的股票在跌 其他的指數在跌 你如果去追塑膠 賠錢 追食品 賠錢 甚至我告訴你說 你不要再去追鋼鐵 你今天鋼鐵買進去還是賠錢 你知道買什麼 買生計醫療嗎 但是你要買的過程當中 絕對會有訊號發生 這個訊號就是從哪邊來 從股市淨流圖來的 從市場的資金流向面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告訴你這個很重要 股票市場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啊 你能夠成為一級的玩家 你才有辦法賺到無盡的財富 你才有辦法賺到無盡的財富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套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你要有最專業的人來帶領你 成為市場上散戶的贏家 成為市場上散戶的超人 超越法人啊 超越法人 操作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一級玩家 我們歡迎你一起來加入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運動財經台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盤中急時為您解答 4月起每天早上9點開始 正新鎖定運動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幣已經超額 會被海關沒入喔 依洗簽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市場 谢谢大家